下边我们学习第三节 涉税专业服务的行政监督 在行政监督中 我们介绍五方面内容 第五个简单一大而过 优化服务措施 那么第一个是实名制管理和业务信息采集 第一个 第二个信用评价 第三公告和推送 第四违法违规责任 第五优化服务措施 这么五个方面内容 首先第一个实名制管理和业务信息采集 那么实名制管理和业务信息采集 涉到谁 第一机构 你设置专业服务机构 第二人员设置专业服务人员 第三你的业务信息的采集 那么这本三个方面 我们分别从这么几个方面来加以介绍 第一个实名制管理 实名制管理中 我们刚刚说过 对谁 对于机构和人员都要做实名制管理 事务机关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及同事涉税服务的人员进行实名制管理 对谁做实名制管理 对机构和人员做实名制管理 那么做实名制管理 要区分那是自由办税人员 比如你A公司 就你A公司的财务人员 那么自由办税 那么也有可能是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代理办税人员 那么为什么要区分呢 因为谁是办税人员 将来咱们税收中出问题了 那么我就能找责任了 所以要区分这个纳税的自由办税人员 和涉税专业服务人员的代理办税人员 这是实名制管理中的基本的要求 首先第一个咱们做实名制管理的话 要对机构做实名制管理 第二个要对谁人员做实名制管理 第三个要对业务信息做采集 那第一个涉税专业服务的机构信息 机构信息 你这个事务机构要采集哪些信息 你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要报送的呢 这个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一个服务状态 你是否正常呢 第二个统一社会性代码 那统一社会性代码就和咱们身份证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拿着统一社会性代码 你的企业的什么情况我全能查得到 那么下边机构名称 还有呢咱们的这个法定代表人 如果呢你是个公司的企业 那叫法定代表人 如果你是一个呢合伙型的事务所 那咱们就是执行事务合伙人 机构类别 那机构是什么样类别 是宽室所 数时事务所 那么带着机场机构等等 下边证书名称及编号 加入行业协会 及行业协会呢会员编号等等 这是呢咱们的报送内容 这你做一个基本信息的报送 下边你怎么报 报送呢原则上通过呢 这个网上办事系统 也就是说你要不要到呢 现场去报 没必要 咱们现在呢要提高效率 不用天天呢 没事干跑事务局的办事服打听 咱们通过呢 这个网上办事系统 那么报送呢 涉水专业服务的呢 基本信息 如果呢因为客观原因 比如说呢网出问题了 等等其他原因 因客观原因 无法通过网上办事系统 报送呢 可以在呢 非征期 因为征期 咱们的事务机关很忙的 那么非征期 你比如说 我这个月征期是1到15号 那么16号开始非征期 你是在非征期 通过实体办事服务厅 也就是到呢 办事大厅去报 但一般来讲 咱们都怎么报了 网上办事系统 那么应该通过呢 网上办事系统呢 报送 涉水专业服务机构的呢 业务信息 你的基本信息 你的业务信息 咱们都要报送 这是呢 如果你应该报送 没报送 怎么办 没报送 当然要被罚了呀 所以你看 专业服务机构 及涉水服务人员 有下列清醒之一的 那么第一件事 怎么着 一件事 我呢 这个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我怎么办呢 给你个机会 我事务机关 又事务机关 则令限期改正 或者呢 欲语耶谈 第一 咱们呢 是限期改 改了就没事了 如果呢 你预期不改的 怎么办 预期不改正的 由税务机关 降低信用等级 或者是呢 纳入信用记录 那么第二个 也就是说 你预期不改了 这个知错不改 咱们就是 降低信用等级 或纳入的信用记录 暂停收理呢 所代理的涉水业务 相当于什么 暂停收理的话 现在把你翻完 给砸一段时间 那么暂停时间 注意不超过六个月 这是呢 第二个 第三 情节严重的 比前面的问题还严重 由税务机关 纳入呢 这个涉水服务 失信明录 这个失信明录 是很重要的 你再纳入了失信明录 那么予以公告 并向社会信用平台推送 这时候 他所代理的 涉水业务 税务机关 就不就受理了 你已经纳入到 失信明录了 那么你代理的呢 涉水事项 我税务机关 不受理 相当于你这个活 没法干了 你饭碗就没了 这是呢 没有按要求报送的呢 处罚 那么什么叫做 没有按要求报送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情况 第一个 涉水专业服务机构 未按照 办税实名制的要求 提供呢 涉水专业服务机构 和从事呢 涉水服务人员 实名信息的 换句话来讲 你没有呢 这个 按照实名制管理的要求 报送实名制信息 一个 第二个 会按照 业务信息 采集要求 报送呢 从事 涉水专业服务的 有关情况的 一个是 没有报送 机构人员的呢 实名制信息 第二个 没有报送呢 业务信息 第三个什么 你报送了 但报送信息 与实际不符 那前两个什么 没有按期报送 没有报送 机构信息 人员实名制信息 没有报送呢 咱们的业务信息 这一个 第二个 你虽然报送了 但是报送的情况 你实际不符 这都叫呢 没有按规定报送 那此时 咱们应该是采取了 上边的处理措施 下边 涉水专业服务机构 及从事呢 涉水服务人员 收到呢 事务机关处理的 那么被暂停呢 受理所带给的 涉水业务的时候 比如说 你带给的业务 事务机关就不受理了 此时 那你必须要告诉给你 委托人 你将来这个事 你办不了了 相当于把饭碗给砸了 这一次呢 没有按要求做报送 咱们的处理措施 这是第一个 涉水专业服务机构的那行息 第二个 涉水专业服务人员的行息 对于呢 涉水专业服务人员 咱们报送时 报送什么 那么 涉水专业服务机构 应当向事务机关 报送的提供机构和从事呢 涉水服务人员的姓名 也就是说 这是哪个所的 谁 姓姓名 身份之号 专业资格证书编号 你的注册快递师 事务师 那律师呢 证书编号 那么你的 业务委托协议的呢 等等 实名信息 这是呢 要报送的人员信息 也就是你的 姓名 身份证 专业资格证书的编号 那么业务委托协议的呢 实名信息 这是一个 那报送时间 什么时候报送 你干活之前就要报送 你干活之前就要报送 所以你看 机构人员信息的报送 这是一个 下边 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 比如说 我有人员离职了 那或者是说 我这个机构的情况呢 发生变化了 那应该从变更至起 要注意30之内 注意30的时间规定 那么向主管事务机关 报送呢 改表 那说你的信息变更 咱们也要呢 报送变更信息 下边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暂停 那么提供呢 涉税专业服务的 应当在呢 完成或终止呢 全部涉税专业服务协议后 向主管事务机关呢 报送改表 也就是说 我停止呢 我暂停提供呢 向那涉税专业服务 我停止之后 那么我要怎么办 我完成或终止呢 全部涉税呢 专业服务协议之后 向主管事务机关 报送那两边 如果你要恢复呢 恢复的话 您在恢复后 首次提供呢 涉税专业服务前 向主管事务机关 报送改表 什么意思 你要想这个提供呢 服务 咱们在提供服务前 报送了这边 变更了 变更支持起30日内 要报送 如果你停止的话 要停止之后 提供的改表 如果恢复的话 在恢复 恢复之后 首次提供专业服务之前 要报送了咱们的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人员基本信息的采集表 那这是你信息发生变动 咱们要随时报送的问题 这是咱们的呢 人员信息 那紧接着还有什么 业务信息的采集 因为咱们有机构 第二个人员 第三个什么 业务 所以第三个是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 也就是什么 你的业务信息 在业务信息的报送中 那么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应当向事务机关提供 业务委托协议等等的实名信息 这是呢 一个 那么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应当在首次为委托人 提供的业务委托协议 约定的涉税服务之前 那也就是说 你在真正干活之前 要向主管事务机关 你前面报送的是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的 这个基本信息采集表 那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涉税专业服务协议 要素信息采集表 也就是说业务信息的采集 前面是机构人员信息采集 现在是业务信息采集 那下边 业务委托协议 有发生变更 或者终止的 应该怎么办 变更或终止制起 多长时间 30日之内 向主管事务机关 报送改表 换句话来讲 无论是机构人员的基本信息 还是业务的基本信息 咱们都要报送给事务机关 这是呢 咱们的报送的过程 在报送时 你比如说 咱们有可能分不清 我给一家企业呢 是提供事务咨询了 那我这个事务咨询 到底是这个事务顾问服务 还是呢 事务咨询 那么或者是他就呢 这个方案选择 向我咨询了 那我到底写税收策划 还是写呢 一般事务咨询 分不清 因为有的业务 如果您做实际工作的话 您会发现 确实是难以分清的 那怎么办 对于设税专业服务机构 难以区分 一般事务咨询 专业事务顾问 税收策划 这三类业务的 可以按什么填 可以按照 一般事务咨询填报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有什么结果 你一般事务咨询 是除了三所 可以从事之外 那么咱们的 什么代理计量机构 财税类咨询公司 等等都可以从事 相当于 我实际上 对于呢 这种税收策划 或者专业事务顾问 我可以呢 这个比如说 他和一般事务咨询 分不清 又确实难以分清 那我可以 欠协议的时候 说什么 税务咨询协议 而不是 税收策划的协议 而不是专业事务顾问协议 这大家呢 要注意一点 一个 第二个指点 那么对于实际提供 纳税申报服务 而不欠署 纳税申报表的 什么意思 哎 我这个企业 你在做所得税 汇算清缴的时候 我帮你整理相关的资料 来指导你填这两表 但最后 纳税申报表 签字的时候 是你起的财务人员 来欠署纳税申报表 而不是我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来签署 那此时你看 我实际提供了 纳税申报的呢 这个服务 但是我不欠署纳税申报表的 可以按什么填报 按一般税务咨询 来填报 这是第二个 那么什么情况下 可以按照呢 一般税务咨询来填报 第三个 是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跨地区设立 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 比如说 我A秀师书所在北京 那我下边有一个呢 广州分锁 那么或者是 我这儿是一个跨地区设立 我有呢 上海分锁 那这就是什么呢 我跨地区设立呢 不就反思个分支机构的 可以选择由总机构 向所在地的主管事务机关 会总报送呢 分支机构 涉税专业服务行行 也可以分支机构 自行向所在地的主管事务机关报送 换句话来讲 总分支机构 你可以选在总公司报送 也可以呢 分支机构自行向所在地的 设计机关报送呢 这个涉税专业服务信息 这是呢 咱们的信息报送的问题 对于呢 咱们的这个实名制管理中的 这个机构人员和右信息 我们看一道单选题 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难以区分一般税务咨询 专业税务顾问 税务策划 三类涉税业务的 和按什么填报 可以按照一般税务咨询来填报 那么我们选答案A 其实呢 对于这个非税务师事务所 快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 他更愿意什么 用这个一般税务咨询来签合同 因为我就可以做了 但是呢 对于这个快务师事务所 数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来讲 他更愿意用什么 用专业税务顾问协议 或者税收策划协议 因为那样的话 我的业务范围呢 更广 我将来的评分就会更高 因为呢 咱们八类业务 在呢 他的业务指标里边 那么你的业务范围越多 你的评分可能会越高 你的社专业服务人员 你的呢 这个从事业务范围越广 你的评分会越高 他会影响评分的 这是呢 咱们要注意的 这是对于呢 机构 人员和基础信息的 一个采集 下面第二个 在业务信息的采集中 咱们呢 要注意 这个暴速的呢 时间要求 信息采集 注意咱们在 这个业务信息采集中 第一章内容 和第三章内容有冲突 那么我后边 我去年就查过了 谁是对的 第一章内容是对的 咱们呢 政策变化之后 第三章没做更新 所以第一章内容为准 我们来看看 四项报告 哪四项报告 我们刚刚强调过 有专业税务顾问 税收策划 那么咱们的涉水见证 以及纳税情况审查业务 那么这四项业务报告 那么它是只能有 这四项业务只能有三师 那么从事 由三所来做 所以应该是这三所 税务是事务所 快事务所 律师务所 应当在完成上述的 四项业务的次年 三月三十几日之前 注意多长时间 是次年三月三十几日之前 向主管事务机关 报送 专项业务报告要素 信息采集表 那么 向主管事务机关 报的是 专项业务报告要素 信息采集表 这是四项业务报告 是次年三月三十几日之前 来报送 而其他业务 比如说一般纳税申报 一般咨询 则是设计专业服务机构 在完成设计服务业务之后 向主管事务机关报送 这是第二个 那么年度报告 你刚才是业务报告 现在是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 在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前 那么以年度报告形式 向事务机关 报送年度设计专业服务 总体情况表 这是业务信息的采集情况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是我们的实名制管理 和业务信息的采集 那么包括咱们的机构 人员 他的实名制 包括咱们业务信息采集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信用评价 在信用评价中 咱们要注意 对于专业服务机构 咱们做的是信用评价 和信用等级管理 那么对于专业人员 咱们做的是信用评价 和信用积分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 国家税务总局 注意谁 国家税务总局 主管的全国 涉税专业服务的 这个信用管理工作 省以下税务机关 那么也就是省级以下的税务机关 负责所管辖的地区 涉税专业服务 信用管理工作的 组织实施 那这是省以下税务机关 干具体活的 我们来看一看 具体情况 第一个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信用评价 这对机构如何做评价 对机构的评价 那么咱们呢 这个是按照你的信用积分 还有信用等级 有12345级 第一个 第二个 涉税专业服务人员 它叫做信用记录 我呢有信用记录 你有呢 这种根据四大类指标 然后呢 咱们来呢 对你做信用的记录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是对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 信用评价 对谁 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比如说事务所 快事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那么数师事务所 那么比如说 你的呢 代理计量公司等等 咱们做信用评价 那么第一 在信用评价中 它实际的是 信用积分和信用等级 相结合的方式 你信用积分 从70分开始积 基础分给你70分 然后呢 给你信用等级 TSC 12345 这么5级 这信用积分 信用等级呢 相结合的方式 那这里边咱们的呢 信用信息 包括哪些 第一个 你的纳税信用 你是社专业服务机构 你自己纳税规不规范 第一个 第二个 委托人的纳税信用 你的客户的纳税信用情况 那第三个 纳税评价 你的客户给你做评价 那么第四个 税务机关给你做评价 还有实名办税 你呢 办税信息 那么你的实名次采集 做的怎么样 那么业务规模 你一年呢 这个营业收入有多少 你的呢 这个锁里边有多少呢 有证书的呢 比如说注册会计师 事务师 律师证书的人员 那么服务质量 那么业务信息 的呢 采集 你的业务信息的质量 还有咱们的行业资律 人员的呢 信用 你的呢 这个社税专业服务人员 他的人员性如何 其实呢 信息包括的范围很多 那下边 是省税务机关 要注意省税务机关 这五个字 省 省税务机关 根据信用积分 和信用等级标准 对管辖的呢 社税专业服务机构 进行信用等级评价 那么信用等级评价 咱们一会儿看一看 他呢 这个分为几个 一个 那么在信用管理中 要注意 在一个评价周期内 新设立的 社税专业服务机构 那么一个评价周期 咱们评价周期 是什么时候 每年的 1月1号到12月31号 也就是说 一个公立年度 为一个评价周期 他先设立的 比如说 我5月8号 先设立的 社税专业服务机构 不纳入 信用等级评价范围 这是呢 第一个不纳入 那么第二个 每年4月30之前 完成上一个评价周期内 信用等级的评价工作 注意多长时间 是4月30号之前完成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信用等级评价结果 从产生值日期 有效期是一年 管一年的 下一年再继续变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过程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第一个评价周期 信用积分的基础分 按70分算 我给你个70分的打笔分 他说 老师100分吗 那100分怎么可能 咱们没有上限 这个分没上限 那么咱们就开始积吧 你开始往上一点的积分 那这一时呢 咱们以70分开始评 那么信用等级标准 也就是说呢 税收服务的 也就是涉税专业服务的 这个信用评价 它的信用等级标准 是TSC T是代表tax 税收 那么S代表服务 是service 那么C代表的是 credit 也就是信用 那么咱们呢 TSC 从高到低是五级 最低这一级 是TSC一级 那么刚刚 付出来的小金 一个新成立的 那么信用分 不满100分 他从70分开始评 你还不满100分呢 没做几个业务 那么各种信用呢 都没积累起来呢 这是不满100分的 是TSC一级 第二个 他是逐渐成长的 信用分 在100分到200分之间的 不满200分的 是TSC二级 这是呢 一个 100分以上呢 是5级 TSC一二三四五 这么5级 就5级的积分 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信用等级 那下边你的失信名录 那么什么时候被列入 失信名录了 你有严重的违法违规情形 被列入失信名录 也就是说 税务机关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和从事呢 涉税服务人员 违反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的 规定情形 那么进行呢 违法违规的处理 下边处于严重违法违规情形的 你比如说 你呢 协助纳旋呢 偷逃遍抗税 那么这是严重违法违规情形的 那下边 纳入涉税服务失信名录 注意 这失信名录 就好像你是一个自然人的话 你被列入失信名录了 你不能坐高铁的一等座了 你不能坐飞机了 那就是受到很多限制 事务所也是如此 纳入涉税服务失信名录 那么期限是两年 那两年你还活得下去吗 活不下去了 日子没法过了 对不对 那么你别等到期解除了 你没到解除之前 这事务所可能就over了 对吧 所以它是 限两年到期自动解除 这是实信名录 注意它的期限管理 是两年期限 到期自动解除 那下边 你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做了信用评价了 你用信用评价的目的干什么 那么 它的应用是这样子的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呢 涉税专业服务信用 它影响到呢 自身的纳税信用 你的这个服务信用 影响到了你的纳税信用 你的纳税信用 咱们后边会看到 有A级 B级 M级 C级 D级 那么有的 5级 这是纳税信用 你作为事务师事务所 你作为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来讲 你的涉税专业服务信用 就会影响到你的纳税信用 这是呢 一个下边对于信用评价它的应用 咱们把呢 这个TSC12345分成三大雷 那么顶尖的金字塔尖的是谁 TSC5级 那400分以上的也太不容易达到了 对不对 不容易达到 那咱们这些就是呢 信用比较好的业务呢 专业支持比较丰富的 人员比较多 规模也比较大的 那怎么办 开通纳税服务绿色通道 有绿色通道 就相当于什么 VIP通道啊 那你排队就比别人排得快 你看银行 你是VIP的话 你排队就比普通购物要排得快 一个 对他所代理的这个纳税人发票 可以按照更高的这个纳税性级别管理 什么意思 你所代理纳税人 他是个B级 那你的所是TSC5级 那他就可以按A级来领发票了 就按更高的纳税性级别管理 这是呢 第一个 那你说你的客户愿不愿意找你做 当然愿意找你做了 因为你可以给他增信 相当于你通过你的信用高 你来给你的客户增信 他是这么样的一个概念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依托信息化的平台 为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开展批量纳税申报 信息报送等业务提供的便利化服务 那也就是说 我来给我的客户代理报税了 那我是TSC5级 来我整个直接的走着通道过去 然后呢 我批量报税 我的效率会很高 我呢会越来越走向良性循环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在税务机关购买的涉税专业服务时 比如说我税务机关要找呢 纳税情况的呢 就是审查 就是对于企业做纳税审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你的呢 这个纳税情况的审查服务 就是呢 咱们的司法机关呢 行政机关委托 你做呢 纳税的审查服务 那这时候 如果税务机关在购买的 涉税专业服务的时候 同等条件下 你TSC5级是优先考虑的 这是呢 咱们的TSC5级 TSC3级4级是什么呀 这个孩子重归重矩的 那么既不特别突出 也不能特别差 那也就是中等的孩子 怎么办 就它实施正常管理 那么适时进行的税收政策辅导 并是吸引积分情况 选择性采取激励测试 你从3级到4级了 从4级到5级 那么你的激励措施越来越好了 这是呢 TSC5级是优等生 这是中等生 然后剩下谁了 差生了 脱后退了了 TSC 那么二级和一级 对于这两类呢 专业机构 对它实行分类管理 对它所代理的 纳税的呢 这个税务事项 予以重点关注 因为它的信用等级不高 那么它代理的客户 我要重点关注 那下边列为重点监管对象 第二个 第三个 向其委托方纳神主管事务机关 推送风险提示 也就是说 我不但我要加上管理 我还要呢 让它的委托方的呢 这个纳神的主管事务机关 也要加上管理 所以你看 你这就实际上 就是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个惩戒措施啊 相当于影响人家接业务 这是第三个 因此你事务所 为了想生存下去 得怎么办 好好干 把你的等级 从一级二级到三级四级 最好干到五级去 对不对 这是第三个 第四 设施专业服务协议 信息采集 必须有 那么委托人 受托人双方到事务机关 现场办理 那不能网上办 现场办 还得双方都要到场 那你家客户一想算了吧 我不认你折腾了 我找个五级的去吧 我们网上就能办 人家自己就能办 七级采集了 那这就是呢 他的一个 这个惩戒措施了 这是咱们的 TSC一级和二级 那还不是最差生 还有呢 被开除的 那么被开除的学生 短期开除 留下查看了 属于这种情况 那么对纳住的 涉税服务 实信明录的呢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那么予以公告 并向社会信用平台通送 那公告了 公告了更没人找你了 一个 那么向其委托方纳神 委托方纳神的主管的税务机关 那么进行呢 相关的呢 风险提示 这第二个 第三个 不欲受理 所带领的涉税业务 所以你纳入失信明录 相当于彻底把饭碗砸了 那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 失信明录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他的措施 这是咱们的信用管理的呢 有关内容 我们来看下面的题目 第一道题 多选题 下列关于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信用评价的出法 正确的用 哪是正确的 A 实行信用积分和信用等级 相结合的方式 那么 是否正确 对于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实行积分和信用等级 相结合方式 正确 选项B 评价周期 是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那这是呢 正确的 这是 选项周期是一个公立年度 第三个 在一个评价周期内 新设立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不纳入信用等级评价范围 那么 是否正确 正确 选项C正确 选项D 每年三月底之前 完成上一个评价周期 信用等级的呢 评价工作 这是错的 几月底 四月底之前 而不是三月底之前 所以选项D 错误 选项E 第一个评价周期 信用几分的基础分 按70分计算 这是呢 正确的 70分打底 所以 那么 五个选项中 A B C E正确 选项D 错误 应该是每年4月31日之前 完成上一个呢 评价周期 信用等级的呢 评价工作 这是第一道题 我们选A B C E 那么第二道题 提到单选题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发生严重违法违规情形的 纳入涉税服务实信名录 期限是几年 那么它的期限应该是两年 实信名录的期限两年到期自动解除 所以我们选答案C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 它的信用管理的呢 有关内容 这是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呢 信用管理 那下边第二个 涉税专业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 刚才是机构 现在是人员 那么我既要对机构 也要对人员 做信用管理 我们来看一看 对于呢 同事涉税专业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 实行信用积分 你看信用积分 和职业负面记录相结合的方式 你职业有负面记录 就要扣你的分 就扣分的方式了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个人信用积分的指标体系 和信用积分方式 咱们呢 个人信用积分的呢 指标体系 是四个大的方面 它的信用积分方式 有三种方式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 基本的信息 是这样子的 基本信息 咱们呢 包括的二级指标 基本信息 就是你的呢 基本情况 那么 第一 实名信息的报送情况 你实名制的信息报送 第二个 涉税专业资格 比如说你是 呃 注册 会计师吗 你是税务师吗 等等 都会呢 影响你几分 然后 接受行业的自律管理 和所属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信用 你所属的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越高 那么你的分会越高 这种呢 这个基本信息 它采用的是直接得分方式 注意 基本信息 咱们用的是直接得分方式 一个 第二个 职业记录 职业记录呢 咱们的涉税专业服务 分成八大类 这八大类 有什么 有 纳税申报代理 一般税务咨询 专业税务顾问 那么 税收策划 涉税见证 纳税情况审查 以及呢 其他税务事项代理 和其他呢 涉税服务 分八项 那么 你的职业记录 就等八个二级指标 就对于你八项内容 它采用的是 累加 继分方式 累加继分方式 你从事的 范围越广 你的经验越丰富 你的分越高 所以我前面说过 对于呢 一个 事务所来讲 对于一个 税务师来讲 那我呢 更愿意用 这个税收策划 那么因为呢 他能增加我的 职业暂委 能够增加我的信用分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不良记录 不良记录 你有违法违规情形的话 咱们就要呢 给你做不良记录的扣分 所以呢 它有14个二级指标 分别对于呢 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 事情规定中的 违法违规行为 以及呢 故意扰乱 受机关 正常办税 秩序的呢 违法违规行为 这是不良记录 那么不良记录 咱们采用的是呢 累计 扣分方式 这是呢 不良记录 用累计扣分方式 第三个 第四个 纳税记录 纳税记录呢 咱们是有一个 二级指标 也就是说 你个人 依法纳税情况 你作为 秀师来讲 你作为 社区专业服务人员来讲 你要 这个自己 首先 要节省自号 你要依法纳税 所以呢 它才能什么 你如果没有依法纳税 咱们就 累计扣分 这是咱们的四个二级指标体系 有基本信息是直接得分 有职业记录是累加计分的方式 那么不良记录和纳税记录 则是呢 累计扣分方式 注意 它的呢 积分方式 下边对于呢 从事涉水服务人员被纳入 涉水服务失信明录的 那么 涉水服务机构和涉水人员都有失信明录 要纳入失信明录的 个人信用积分终止计算 那么就停了 下边你如果从失信明录中撤出的 那重新进入正常明录的 咱们个人信用积分恢复计算 这是呢 咱们要注意的 这是个人的呢 信用管理 它是用的什么呢 用的是信用评价和职业的负面记录管理的方式 那对于呢 涉水专业服务人员进行的信用记录时 他个人信用的积分指标体 包括几个一级指标 四个一级指标 那四个 有基本信息 职业记录 不良记录和纳税记录 没有委托人纳税信用 所以我们选什么 选答案 A B C D 这个人信用呢 这个积分指标体系 四个一级指标 一个 第二个 推到单选题 对社税专业服务人员进行信用记录时 职业记录指标体 采用的信用积分方式是什么 对职业记录 你职业记录越多 你分越高 所以咱们用什么方式 是累加计分的 那对于基本信息呢 对基本信息是直接得分方式 那对于不良记录和纳税记录呢 咱们采用的是累计扣分方式 那就说 咱们哪些是累加计分 哪些是直接得分 哪些是呢 累计扣分 大家呢 要掌握 这是呢 个人的这个信用管理问题 下边 我作为专业服务机构 专业服务人员 对于他给我的信用分 或者信用等级 我不服 怎么办 那么有没有一个机制让我复合 有 所以第三个是 涉税专业服务 信用复合机制 在信用复合机制中 第一个 对信用 机分 信用等级和职业负面记录有意义的 可以在信用记录产生 或结果确定后 12个月之内 注意多长时间 12个月 在12个月之内 向税务机关申请的复合 注意 12个月之内申请复合 一个 税务机关应当按照呢 包容审慎原则 那么注意多长时间 3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复合工作程序 得出结论 并提供查信服务 那么这是呢 这个对于信用积分 信用等级 职业负面记录有意义的 它是这个30日之内完成复合 而如果呢 是对税务机关 你将其列入涉税服务失信名录有意义的 失信名录相当于砸饭碗呢 那么这事影响很大 所以时间要求就比较短了 那么应当自收到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知识起 注意10个工作日之内 注意他的时间要求 10个工作日之内 提出申辩理由 向事务机关申请复合 事务机关呢 应当按照包容审慎原则 在多长时间 1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复合 做复合结论 并提供了查信服务 失信名录 对纳税影响很大 对于咱们社税专业服务机构 对于呢 这个社税专业服务人员影响大 所以呢 它是10个工作日之内 那么申辩 1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复合 这是呢 注意时间的有关不一定 这是我们的信用管理的内容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公告和推送 那么什么叫公告 什么叫推送 大家说 哎老师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区别 公告 我把我的政策 放在手机的网站上了 你自己来看 这叫公告 那么什么叫推送 我把这个信息发到你手机上 发到你的呢 客户端了 你必须能收着 那这叫推送 一定要注意这两个区别 公告是我放在网站上 你来看 这叫公告 那么推送是我推到你的呢 这客户端了 这叫推送 那么首先第一个 公告和推送的主体 首先是省级税务机关 是作为公告推送的主体 他推送对象是谁 那么通过门户网站 那么电子税务局和呢 咱们的办税服务场所 公告公告设税专业服务信息 负责向社会信用平台 那么还有呢 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协会 海关等其他部门 推送设税专业服务信息 那么你看 第一个叫公告 公告是什么 我把信息放在我的门户网站 我的电子税务局 办事服务场所里边了 你自己来看 叫公告 那么什么叫推送 我把这信息 比如说推到你的某个信用平台 推到呢 某个这个行业主管部门 或者是呢 行业协会 或者公传海关等部门 我把信息给你 那么直接到你的系统里边了 要推送 这大家呢 要注意的 下边 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部门 咱们纳福这几年 那么是非常重视纳税服务的 纳税服务部门 负责向税务机关的内部部门 你向税务机关的呢 像急查呀 像等等各个科室啊 那么内部门 及涉水专业服务机构 及委托人 注意 是他向谁 内部部门 涉水专业服务机构 那么委托人 推送涉水专业服务行星 这是呢 一个推送的问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公告的渠道和内容 那么他的内容简单了解 那么渠道可以有什么 是省税务机关通过的门户网站 那么你税务局的网站 电子税务局 那么办税服务场所 比如说咱们把这政策贴到呢 我的办事服务厅 那么杂部公告 于每月十日前 注意 每月十日前 对公告内容进行动态调整 这是呢 公告的渠道 一个 那推送呢 推送的内容简单了解 他们的渠道是这样子的 是税务机关运用的 以金税三期 其实咱们调查中 说的是金税三期 实际上现在叫什么 叫金税四期了 咱们已经上了金税四期 金税三期四期的呢 核心领管系统为基础 以网上办税服务系统为支撑的 信息化平台 进行呢 咱们的信息推送 这是以呢 金税系统作为呢 这个基础 那么以网上办税服务系统呢 为支撑 比如说你像 网上的电子税务局等等 那么为支撑 那么来进行的信息推送 你比如说我一上 你登录 我纳税的那个页面 我就接收到了 收集官推送的信息 那就叫推送 这是呢 公告和推送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违法违规责任 在违法违规责任中 那么咱们对于呢 违反涉水专业服务管理制度呢 惩罚是做分类管理的 那么我首先 对于呢 你这个问题需要核实的 我可以采用约谈方式 在约谈时 咱们呢要注意 你要约谈纳税的话 应当事先注意 不是 哎我想教您就赶紧来 你必须来 不行 那么是事先向纳税 那么送达税务事项的通知书 这事先向纳税务事项的通知书 一个 第二个 在约谈时 应当有两名以上的事务人员 同时在场进行约谈 为什么呀 因为一名容易自称腐败 咱们两名以上 事务人员同时在场进行约谈 这是呢 这个一个 在约谈过程中要做好记录 可以使情况呢 进行 音像的记录 因为音像 它可行度会更高一些 这是呢 一个 第二个 是属于严重违法违规情形的 那么严重了怎么办 最严重的砸饭碗 所以纳入呢 涉税服务的失信名录 那么失信名录 有效这几年 两年 那你两年没活了 那你说是不是 饭碗给砸了 一个 第二个 审数有机关 将信息呢 进行推送 那么推送给谁 像呢 工商啊 税务啊 等等呢 还有呢 这个相应的协会 那么实行联合惩戒 联合激励 那么这是联合惩戒 联合激励 这一次呢 我们所介绍的第一个 这是违反的 这个 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制度 它的处理方式 分类处理 一个是约谈 一个是呢 做呢 严重违法违规的 实现名录 和信息通送的问题 第二个 违反税收 法律 法规的呢 惩罚 那这是刚才是 违反的管理制度 现在违反的什么 违反税法了 它的惩罚的力度 就会 强得多了 那么对于呢 税务机关来讲 当你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违反税收法律法规了 偷税 避税 抗税了 怎么办 那么这里边 咱们的税务机关 纳税服务部门 将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及委托方 纳税呢 涉嫌 偷税 逃避交纳税款 逃避追交欠税 那么骗取呢 国家出口退税 需该发表等等违法行为 向税务急查部门推送 注意向谁推送 向税务急查部门推送 这是呢 咱们的税务机关 纳税服务部门 应该呢 向税务急查部门 来推送呢 它违反税法的情况 因为它有偷逃偏抗税情况了 这是呢 违法违规的呢 问题 下边第五个 优化服务措施 简单了解 一大而过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第三节 在行政监督中 我们介绍了呢 实名制管理 和业务信息采集等问题 介绍了呢 信用管理 以及呢 公告和推送的问题 介绍了违法违规的呢 责任的承担问题 这是呢 对于第三节 我们和大家学习这么多